各位花友们大家好 相信有很多花友家里都养有这种鸡子花 特别的好养 特别稀有进入夏季了 它这个开花量也是比较的多的 如果养护的当的话 它也是比较的容易打开这个花苞 那么像这种情况如何给它施肥呢 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 施肥的话就是在它快要进入夏季的时候 就是适当的给它施加肥料就可以了 那么第一步施加什么肥料呢 就是在它快要长出花苞之前 最好就是使用羊分 大家看一下这种羊分是比较好的 就是一种比较好的养肌肥 特别适合给鸡子花使用了 如果大家平时想要这样让它打开花苞 就是生长往生间状的话呢 就是使用这种有脂肥就可以了 存羊分 那么如何使用呢 使用的话就是每隔12天给它使用一次 这样就可以了 连次使用四次这样子 它就会慢慢的打开这个花苞 长出花苞 那么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使用花多多二号 为什么要使用花多多二号呢 如果你想要你的几组花快速的打开花苞的话 建议大家就是使用这种花多多二号就可以了 这种花多多二号是可以起到植花的作用的 如果平时大家想要你的花朵快速打开的话呢 就使用这种花多多二号就可以了 相信大家使用这两种私肥小方法之后呢 你就会养出一盘比较健壮 开花比较多的机子花的了 好啦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次进行 我们下期再见 再次进行